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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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以全国第一个全民健身日为重大契机 用努力提高全民族身体素质的实际成果向祖国母亲献礼 中国奥运会历史上首位冠军得主徐海峰代表北京市民 向全国人民发出积极参与全民健身活动倡议书 世界体育协会主席原国际奥委会北京奥运会协调委员会主席维尔布鲁根 国际奥委会新闻委员会主席北京奥运会协调委员会副主席高斯帕 国际奥委会奥运会执行主任费力出席 中央有关部委人民团体和北京市领导出席启动仪式 北京台报道 今天市委书记刘琪市委副书记市长郭金龙参观了奥运工程建设展 并亲切慰问被成功举办奥运默默奉献的幕后英雄 铸造了奥运精品工程的建设者代表 请看报道 刘琪 郭金龙走到北京成建集团安装公司 汉基班组工人代表面前与他们的手紧紧握在了一起 正是以这些建筑工人为代表的三十万双勤劳而灵巧的手 为了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